嗨大家早上好 洛杉矶的地产经济临飞 今天在纽约 开始今天的vlog之前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在什么地方 在你所在的城市 你的水龙头在打开的时候 是往左拧还是往右拧 水会流出来 纽约是往左拧 往右拧是关掉 这个跟我们在洛杉矶 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很不适应这几天 昨天我问了Tim Tim说他们纽约全部是这样的 你所在的地方是怎样的 留言让我知道 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vlog 今天会去纽约自然博物馆 一起去看一下 我没有看到你们啊 我都在那裡坐 這就是大蟒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投影的非常立体的那种电影 讲述太空的星球啊轨道 非常浅寒 非常浅寒 然后我就知道了 哇哦 纽约还是不一样的 这好像是它的实际尺寸 对 我也觉得是 好巨大 是不是海底好大 海底是不是好大 看后面这个鱼 这个鱼有多大 嗯 孩子们看的怎么样我不知道 我自己是挺受教育的 这个第二个纪录片讲的是 在美国的北部跟加拿大街上的地方 有一大片 等于是候鸟迁徙最多的区域 然后那边的生态环境非常好 这让我想起来 在我们住的小区Woodlebury的 西南边 哦 东南边 有一大片区域reserve起来 不会建房子 就是这样的 是一个水塘形的一个区域 每年冬天都会有一些候鸟过来 那我也感觉 视频其实是 教育最好的一个途径和工具 像我们之前看到你的展品 包括很多文字 你是没有办法 非常代入的 但我们看了这两个电影之后 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直观 一下就明白了很多道理 然后我也近距离的观察了 他们的拍摄手法 各种镜头都切换 各种画面的运用 然后我发现 像我在做视频的时候 后期一些处理不当的地方 比如说后期增稳 那画面会有点晃动 在这种大型的纪录片里面 居然也出现了 所以可能it's ok了 就是有些时候 我觉得不太好的处理 其实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心得体会 就是音效非常重要 我自己的视频 我很少用音效 但是刚刚这个纪录片里面 非常多的音效 我觉得很有用 就是可能以后 我自己做vlog也好 或拍其他视频也好 我会刻意的添加一些音效 我现在都是把broad 就是一些空镜的音效给去掉 就原始的声音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 街景的声音也好 我就把它给去掉了 但其实有些时候 你应该留下来 就会让影片更有代入感 可能拍视频拍多了 无论是看博物馆还是干嘛 脑子里想的都是视频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个字体非常有意思 它的U 看起来像V一样 这什么字体 罗马有什么字体吗 Bondi 1869年 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1869年创立的 它是上面是中的公园嘛 对 所以我们是喜欢坐在中间 左看看右看看 就高兴了 不喜欢坐在那边 hello hello 继续逛纽约 34街跟第五大道交叉口 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楼 帝国大厦 我们再上来要不要上去 早就不是世界第一高楼了 但是很有名 很多电影都出现过 纽约街头的三轮车 前两天拍过在中央公园做的 大家记得吗 按分钟鼠 好贵的 你看你还穿这些衣服的感觉 那个裤子穿脏了 那你就看脏的衣服 想象一下1961年的6500万美金 是多少钱 1961年 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就是摩托罗拉的一个BB机 是吧 对啊 90几年的时候 现在我们当时就用那个吗 还有带友带留言的 一下暴露了年纪啊 我们认识的时候还用这个摩托罗拉的BB机 我当年打球放在篮球家下面被人偷走了一个 哇 真是郁闷了一个月啊 当时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好像 我记得四五百块钱一个吧 我妈妈很疼我给我配了一个 然后又是给我留言这种 结果打球放在篮球家下面被人偷走了 好难过 然后时光润然 现在看都是小事 都是身外之路啊 我又要一个 看你儿子还没一直听你说话呢 然后转头就说我也要一个 当年是因为我爸妈离婚的 我跟我妈不坐在一起 然后我妈为了找我方便 就给我配了一个骨骑 对 路口他们还不太知道我小刘的故事 我也没得谈他讲那么多 在电脑出来之前控制大型的电梯的就是这种装置 当年一九六几年的一百多层 电梯就靠这个东西 送到王院前一刀 对 看来 他这就是了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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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这边是中央公园的方向 这个楼 还有这个楼 还有这层楼 顶层都从卖出过超过1亿美金一个单元的价格 大家知道它是价值了吧 上了这上面之后看到这个城市的风景才知道它是价值 前两天拍vlog说这些房子为什么卖那么贵 现在知道了 其实还不知道 知道上了这上面才知道 这个景观是 是独一无二的 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纽约的城市风景 看中央公园 看麦迪俊河 甚至看海 说实话 比如说1亿5000万的房子 可能那个view值1亿 那房子本身可能只是5000万 甚至view值1.2亿 1.3亿 大部分的价值都在那个view上面 哇 这次优优独播剧场——多国民宣优优独播剧场——很多 oi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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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旧金山 洛杉矶跟纽约还是没办法比 发达程度绝对是全世界第一位的 好啦 拍假装 哎呀妈呀 哈哈哈哈哈哈 我都这么发疼 哈哈哈哈 妈呀 蹲 蹲下 蹲 哎呦 不能靠啊 去 哈哈哈哈 你别吓我了 我们家领导太胆小了 我靠在这个玻璃上他都好害怕 他叫停 他说不要不要 我一敲玻璃他就说挺好酸 他这种玻璃子弹都打不破的 钢化玻璃 但真的 真的有点 有点吓人 300米的高度 Oh my god That's it 好称是全世界最大的商场 没气把货 在纽约的市中心 市中心居然搞了这样一片广场空地 寸土寸金的地方 蛮特别的 今天Vlog整体上带大家介绍的比较少 因为说实话真的太累了太累了 介绍不动了也拍不动了 明天回去了明天一天坐飞机赶路 所以明天应该不会更新了 好好休息一下 别人出来旅游是放松休息的 我们出来旅游累的已经 哇 不谦虚的说我每天健身体力蛮好的 但我真的已经累的受不了了 再晚两天我真的已经要崩溃了 哈哈 你知道我爱你多少吗 baby b b 我爱很多人都多多了 你不爱妈妈吗 我爱我没疯我吗 我爱 我没说我不爱 我只爱你吧 我也爱你们 我也爱海底 一天一夜 回到酒店了 就不吐槽这次的旅行了 大家想想看我们带着三个孩子 刚才回来的路上 Lucas要吃冰淇淋 他们一些小伙伴在那里吃冰淇淋 然后没有 没有cash 别人要cash 我们又跑好远去换cash 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有cash 你已经走很远了 这真的真的挺累的 我们这一段吐槽 就是省去不讲 讲一下我们的感受 我们的感受是在他们这个年纪 这个小的就不小了 在老大老二这个年纪 带他们来纽约大都会 可能他们并不能达到我们期望的那种 就是旅行对他们的收获 因为还是略小了 比如说第一天我们去那个大都会博物馆 他们不是很感兴趣 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那是讲历史 讲我们艺术 讲人文的东西 但今天去自然历史博物馆 他们也没有很感兴趣 特别是Lucas Lucas满脑的都是棒球 篮球 他昨天去参加了训练营 然后昨天我不是去Cassie的地方打卡 我没有陪他去 但他对那个很感兴趣 他对篮球运动 棒球运动 以及在这些运动的过程中 产生的跟小伙伴的友谊 或者是 他们昨天那个训练营 其实并不主要教篮球 而是教leadership 是教怎么样跟别的小伙伴work 他们非常感兴趣 所以 maybe这也算是纽约型的收获吧 当然也算 只是我们期望他们 从其他的比如说 只有女神像啦 博物馆啦 像今天去的帝国大厦啦 总得到了一些 就好像没有达到我心里的预期 所以我今天疲倦稍稍有点来自这方面的原因 就当你希望值达不到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的劳累会加倍 会更沉重 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如果让我再选一下的话 我会可能带他们去 Hawaii去岛上 对吧 纯粹是度假 在酒店里在海边 或者是去坐游轮 有一艘去中美洲的游轮 在游轮上吃吃喝喝 都可能会比较放松 这几天真的是把我累坏了 我真的 我几年以来都没有这么累过 我现在 膝盖 腿 脚踝都特别痛 这一次回去可能 真的要休息好几天才行 对 That's it 就是我们的一些 心得体会吧 这次纽约行 我跟妈妈 我们的收获很多 就我们第一次来纽约嘛 就 蛮震撼的 算是又见识了很多 过去 没有了解过的东西 但对孩子们来说 可能 他们的体会并不深刻 我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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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